给大家看看八月份的巴黎 这是一家日料店 关门 这家呢是一个手工的面包房 也是关门 这是房产中介 房产中介都是关门的 这是一家评分很高的法餐厅 还有旁边周围的一些小的商店 也是关门状态 我拍摄这段视频是在下午的六点周二 而我所在的地区是巴黎的市中心 但是呢周围的商店餐厅所有的店面 基本上都关闭了 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很少 而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八月是法国人的度假时光 他们都出去和家人一起去度假了 法国人在一年当中最最不能舍弃的就是八月 而法国人的假期很长 基本上都是一个月 所以我们看到商店门口的字条 基本上都是从八月初关闭到八月底 甚至到九月初 对于法国人来说 度假和赚钱更重要 而现在虽然疫情很严重 但是他们还是止不住的出去玩 这家呢是一家平分不错的西班牙餐厅 现在呢也是关闭的状态 也是出去度假了 其实我的内心呢也有疑问 是否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导致没有很多的游客 所以他们才索性关了店铺 出门度假呢 而法国人回答说不是 因为每年的八月都是法国人休息的时间 并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呢 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八月份的时候来到法国 因为大家也一定很想尝尝这边的特色食物 还有米其林餐厅 可是现在连米其林都是关闭的状态 所以大家好不容易的来一次 却不能好好地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我还是觉得很可惜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跳过八月份 可以九月份或者是七月份的时候 就来巴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